就停在大樓底下穿藍衣的男子 在家人搀扶下坐上救護車送一治療 因为他在自家安全梯 遭到邻居持刀砍杀 左手鲜血直流 我就这样推后跳椅子抓住 然后他这边过来我挡住 我想要去 所以就抓起来 然后就靠过来 靠过来这样挡 回想当时状况 陈先生仍心有余悸 15号早上因为大楼电梯故障 他外出查看 发现楼上邻居在砸电梯 他上楼劝劫对方 没想到邻居一现身 就拿刀猛刺过来 还好卡在腰带上 没有伤到腹部 但双方因此爆发扭打 陈先生左手挂踩 缝了好几针 我就听到他妈妈讲说 我们儿子没可能 一定是那个造工的人 是不是那个造工的人 他一定是他生动手的 他如果没生动手 我们儿子没来 没去拿桌子去抢台 先生被邻居砍伤 凶贤的母亲不但没有道歉 反而第一时间推卸责任 让陈太太完全无法接受 而这名十九岁凶贤 因为情绪不稳 常会拿灭火器砸电梯门 让社区住户任心惶惶 就很害怕 打电梯像我昨天碰到他 我又不敢搭 我看到他我就闪了 凶贤就像社区不定时炸弹 让住户们心惊胆战 这下又爆发砍人案 恐怖行为 也让住户们人人自为 记者纪博士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